台灣壹傳媒賣不成 肥佬黎說 搞了一年 台灣壹傳媒包括壹電視 壹週刊和蘋果日報 約46.5億元的賣盤 最後都沒有轉手 佳欣在昨天的交易限期前 他兩個突然決定退出 但壹電視會繼續賣 反而因差媒體 不單止以後都不再賣 黎智英打算落地生根 蔡顯明旗下的中時電子部 說台灣壹傳媒高層 向員工口頭暗示會炒人 當然沒有啦 神經病我沒有 如果要賣我怎樣裁員呢 前陣子那個買家 要我們裁的人 我們都裁了 有傳他要求 印刷媒體新的年度 要賺13億元新台幣 即是大約3.4億港元 是很簡單的 我摸我斬了 我一年我都多了億幾 我虧少億幾 一來一回我兩億幾 加上台平 一周都有錢賺 上播又開始打到個禍 他說計計買賣 要達標不難 好 好